民进党推的108克纲彻底去中化 连带影响学生国文程度数理能力 欧规之等老师们自掏腰包 想刊登广告呼吁废除108克纲 108克纲不废的话是全面竞争力下滑的问题 把中国史当作万国史来读了 老师们打算在北街灯箱双北公车三条线六辆车上 刊登废除108克纲的广告 没有想到竟然被台北市打回票 那审核之后他们就说 这个太敏感他们不接 公车公司说不接了 捷运局也不承办的 因为我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们这个不是什么 也不是什么诈骗 公车业者说我们怕麻烦 我们是没有接到来书院申请 是老师说谎还是北街睁眼说瞎话 广告业者就透透 北街窗口曾说就是内容有争议 但北街董事长周兽联还是讲完安提名 网友狂轰太离谱 连台北市都是民进党执政吗 北街和北市这是政治审查 还是思想审查 讲完难道三成108克纲 你给我先讲清楚 自己人都不站起来捍卫自己的价值 而且这个价值是正大光明的价值 你还甚至打压 压迫自己的人 不但袖手旁观 你一直落井下 那就叫做什么叫轻痛仇快 有些些猪队友 难怪人家会蔑视你 更有人感叹 讲完还是讲家后代 面对去中话客纲 不吭声不表态 网友狂轰 怒肉又瞻前过后的在野党 才会造就压霸独裁的执政党 两岸的议题 他一直都很避讳谈 非常非常的懦弱 每次遇到了这种 这种文化和历史议题的时候 我不晓得当收头乎规 放任台北市政府 国民党迟早灭党了 当你啊 当台北市长的时候 勇敢一点 要胖不要逃 108克纲不对 就说不对 民进党推出108克纲 不论反正本该是在野党最大责任 如今在野最大诸侯 面对段相机是如此作为 恐怕让不少知识者 看了无限心寒 介绣陈珍采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